在手上的话,一起打开手上的圣经 一起阅读今天的正道经文 今天的正道经文记载在 耶和福音第六章第32到第35节 耶和福音第六章第32到第35节 此刻我来带领弟兄姐妹 阅读今天的正道经文 第32节 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不是摩西把那从天上来的食物赐给你们 而是我父把天上来的真食物赐给你们 因为神的食物就是从天上降下来 把生命赐给世人的那一位 他们对耶稣说 主啊,求祢尝把这食物赐给我们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食物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可 感谢这是神的话 今天的讲言 李叶顺传道 传道毕业于马来西亚圣经学院 道学硕士 现金服饰于新班任安长老会 目前传道也代 代职 经修台湾神学院 教募博士 班课程 今天传道的正道主题是 既不可思 知我是生命的梁 我们有请传道 主内的属灵长辈 长老知识 弟兄姐妹们平安 非常感谢贵教会 今天邀请我来到你们当中 来分享主的信息 这是我第一次来 看到你们真是心里非常的欢喜快乐 因为敬拜主是我们最快乐 最开心 应该是我们最盼望可慕的一件事情 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特别的恩典和怜悯 在万人当中拣选 我们能够敬拜他 所以我们就跟你 大家召售一下 来敬拜主 真是美好 好不好 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主题是 既不可思 知我是生命的梁 既不可思 我用机会的 一个泄因饥饿的鸡 那我们说 鸡不可思 如果你有机会 读书 升学 有这个机会 我们就要把握 珍惜 如果你有机会工作 然后有机会 你能够升 升到更高的职位的话 我们就要把握 我们就要珍惜 不要失去这些机会 所以今天 我用这个 鸡不可思 知我是生命的梁 就是说 饥饿的鸡 来 分享 耶稣所说的 这个我是生命的梁 那今天的经文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 所以我们就不在这里重读 谢谢主席带领 我们所读的经文 弟兄姐妹们 自从全球啊 面临这个四季大瘟疫 还有呢 什么呢 气候转变 特别是北半球 下去创下了这个 记录的高温度的 这个 这个记录 那我最近看那个新闻 哇 好恐怖啊 那个 那个高温 尤其是巴基斯坦 它的那个记录 来到53度 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发生 早期我们觉得 哇 那个温度来到35 36 39 已经不得了了 现在呢 40多度呢 是很平常的事情 还有呢 弟兄姐妹们 俄乌的战争爆发 俄乌的战争爆发 已经来到这么多个月了 差不多将近 已经超过了半年 弟兄姐妹们 还没有解决 还在 僵持着 那么如果呢 这个战争一直持续下去 我看新闻啊 说这个 这个俄罗斯开始 用这个能源 来 来这个控制欧洲 所以 欧洲呢 他们可能 进入冬季的时候呢 他们没有这个能源的话 他们要过 度过一个 最 最严寒的 这个 冬季啊 整个欧洲呢 他们的这个气候的转变 也很可怕 现在我们看到 冰火两重啊 两极啊 冰火 有些地方呢 就冷得不得了 有些地方呢 就热得不得了 干旱 冰火 两极端哦 用姐妹们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世界的粮食的这个短缺 因为这个俄乌的战争的缘故 所以大麦 因为俄罗斯跟乌拉克 他们是 出产这个大麦小麦啊 是全球大概三分之一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他们战争的时候 这些农作的这些活动 全部都要停止啊 因此呢 他们就会怎样 为了 储存自己的粮食 因为战争嘛 就很多的那个 农作的活动 就要停止 所以他们必须要储存自己 很多的自己的粮食 就不要出产出去了 出国啊 因此呢 世界就面临了 大麦小麦的这些短缺 所以呢 整个世界呢 也被牵连在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们 你会发现到最近呢 百物价格成长了 这种局势是不断上升 我们马来西亚是因为 可能最近要大选 因此呢 就怎样 就在一直在 一直做那个 那个那个价格啊 不要让它升得太快 不然等下大选的时候呢 政府就会受到 人民的这个推翻了 还有最近我们又看到 出现这个台海 台海紧张的这个局势 美国的这个议长去台湾 不顾中国的这个 这个抗议这个阻止呢 还是去到这个台湾 所以我们就看到台海啊 有美国的战舰飞机 中国的飞机飞来飞去 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事情不关我们的事情 因为如果一点点擦枪走火的话 他整个 整个台海 台海的局势就很 很紧张哦 因为这边扎来扎去 谁会受苦呢 美国没有事情 中国也不会有事情 但是受苦的永远是台湾的民众 百姓 你看乌克兰 乌克兰打仗 不管谁胜谁输 输的永远是人民百姓 因为为什么 如果是俄罗斯胜 但是呢 乌克兰就输得很惨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百物已经 怎样 已经被炸毁 断壁残炎 还有呢 人民百姓已经无辜的牺牲生命 家破人亡 妻离子善 死的人不能够再回来了 所以呢 不管美国胜 欧洲胜 还是俄罗斯胜 总之永远输的人 就是乌克兰的人民 弟兄姐妹们 最近我又看这个新闻 也报道这些气候啊 很严峻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他形容好像容捡风啊 饥荒这些等等 因为这个气候转变的缘故 所以整个世界是怎样 是多事之秋啊 弟兄姐妹们 我们也可以 大概可以 想象到圣经所讲的 这个末日的 这个日子呢 也越来越靠近了 越来越靠近了 因为 耶稣形容 末日的到来呢 就好像一个妇人 一个孕妇 生产 要生产之前 他的那个阵痛是 越来越频繁 也越来越多的 这样子妹们 所以刚才我们看那个 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 农业的组织 在2022年的5月 4日 就今年的5月 全球粮食的危机 报告中 将近有两亿的人 处在不安全的状况 史上的粮食危机 好像龙卷风 一般挂过来 有超过59万的人 陷入重度的饥荒 而全球的饥饿水平 理创新高 不但如此 我们常常看到电视机的报导 第八播到 马来西亚的报导 还有 这个报章的报导 还有媒体的报导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每一周几乎是什么呢 几乎美国都在发生枪击案 后来到法国 后来到澳洲 其实是这个地 有很多的地方 在发生枪击案 还有呢 还有很多人怎样 跳楼自杀 跳海等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不但是我们会面临 这个世界粮食的饥荒的局面 而且我们也不要忽略了 现在世界有更多的人 他们的心灵的饥饿 心灵的空隙 心灵的饥饿 是到了一个 越来越高的一个点 只是最高点不到哪里 不知道到哪里 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 弟兄姐妹们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在耶汉福音里面 六章三十五节里 是主耶稣自称七个我事 第一个我事 我是生命的粮 而耶稣 在耶汉福音里面 祂说了七个我事 我是生命的粮 是第一个 第二是我是世界的光 刚才我们的领唱 带领我们唱世界的光 还有呢 我是羊的门 我是好牧人 我是复活和生命 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我是真葡萄树 这个我事呢 每一个我事都代表着 我们跟耶稣基督 有特别的关系 他告诉我们什么呢 原来耶稣基督 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 遥不可欺 高不可攀的神 耶稣讲的这七个 跟我们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他讲到 我是什么 我是什么 我们就想到旧夜 摩西在旷野 那个经济 看到那个本烧的 那个火的时候 后来有声音跟他说话 你是谁 他说 我是 我是自有拥有的神 I am who I am 我是自有拥有的神 那这个我事都代表着 他在我们生命中 是最需要 也是至关重要的关系 发布得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看重我们 与神的关系 而看重于一切 弟兄姐妹们 正如什么呢 圣经中 圣经中有提到一个人 叫做玛大 玛利亚 对不起 他已经选择了 耶稣说 他已经选择了 那上好的福分 就是不可少的 只有一份 上好的福分 就是只有一份 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呢 就是亲近神 我们知道 我们追求有很多福 福气 福分 但是耶稣 从玛利亚的这件事情 一个是玛大 在忙碌的 在准备着食物 家务的事情 而玛利亚呢 看到耶稣来了 他就把所有的事情 都放下 他就来 祝福在 耶稣的面前 来服侍 耶稣 亲近 耶稣 所以耶稣说 玛利亚 已经选择了 那上好的福分 他放下一切 其他 人们 所关心的 或者是 你和我 所关心的福分 哎呀 就是我要准备好 这个早餐 午餐 晚餐 我忙碌的准备这些 为的是给我的孩子们 能够吃的温饱 吃的开心 那我们认为这些就是 我们的福分 对 没有错 这些都是 能够为家人准备 早餐 午餐 晚餐 能够有工作做 赚起很多钱 让家人 过一个舒服 一个安稳 幸福的家庭 没错 那是福分 能够上学读书 能够考好的成绩 光中药主 没错 那是很好的福分 但是呢 耶稣要告诉他们的是 什么是最伤好的福分呢 最伤好的福分 意思说 下边还是有很多福分 然而最伤好的福分是什么 是亲近耶稣 亲近神 才是最伤好的福分 当耶稣在加利利海边 他行了 五饼二鱼的神迹 五千个人 喂饱 五千个人吃饱 你知道吗 当耶稣行了这个神迹的时候 就有五千更多的人来寻找耶稣 弟兄姐妹们 这种情况之下 耶稣就对他们说 耶稣对他们说什么 你们找我 你们找我 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 乃是吃饼得饱 你们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只要吃给你们的 就你们 假如传道 传道能够像耶稣这样子 五千个人没有得吃 我有办法 我有办法 让五千个人吃饱 你说是不是会有 我们再除掉一些 会不会留下 大概有两三千个人 留住要来跟从我 对不对 你看耶稣 他喂饱五千个人 当时的社会有很多贫穷的人 吃不饱的人 他们看到耶稣 行着五饼二鱼 的神迹 他们就认定 跟耶稣 有着陆 有这个 有着陆 有这个 汤头 跟从耶稣 就不用怕 没有得吃 所以耶稣直接就讲 讲出他们的心意 你们找我 并不是 看了这个神迹 你们并不是看了这个神迹 要来跟从我 你们看到这个神迹 是看到什么 看到食物 所以耶稣说 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力 然后再次的告诉他们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就是人子要吃给你们的 你们不要看到那个眼见的 五个饼和两条鱼 你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 要看到的是永生的食物 这永生的食物是人子要吃给你们的 那那些人就对耶稣说 耶稣啊 父子啊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里面吃玛纳 那他们这样子跟耶稣讲什么 意思是什么 我们的祖宗谁啊 摩西 摩西求天上降下玛纳 当时我们的祖宗 从埃及出来 后来走在旷野 没有食物的时候 摩西就为他们求天上的玛纳 那耶稣你能够为我们做什么 耶稣就对他们说 那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给你们的 乃是我不从天上来的真粮给你们的 所以他们听了这话就 请求耶稣说 主啊 请你常把这粮吃给我们吧 因为是从天上来的真粮 所以他们就很渴慕 天上的真粮一定是比地上的粮 更不得了 主啊 求你吃给我们吧 而且不但是吃给我们 要尝吃给我们 因此主耶稣就讲了这一句话 非常经典的这一句话 我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恶 信我的永远不可 刚刚我们唱那个 那个说 注目 注目看耶稣 因为为什么 我们就必得甘全 必得饱足 对不对 而耶稣说 我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恶 信我的永远不可 一般上我们会听到前面 没有听到恶不可 我们听到粮 如果我们说到粮 我们就可以说有两种的粮 第一种的粮就是什么 第一种的粮就是肉体的粮 肉体的粮 它会让肉体感到很舒服 比如啊 待会儿我们崇拜完了 我们就会想 等一下我们要去哪里吃啊 而且要吃的这个东西呢 又便宜又可以让我们饱 而且不但是又便宜让我们饱 又可以吃得很开心 很好吃哦 我们要吃的现在是很讲究 又便宜又可以饱 又吃得很开心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进入旷野的时候 常常让他们朝思暮想的事情 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做了 所以他们就想到什么 每一天都想到要吃什么 于是啊就有人 就有了这个从天空降下来的玛纳 弟兄姐妹们 你懂什么叫玛纳吗 你有吃过玛纳吗 玛纳 玛纳一度吗干不呀 如果埋文 玛纳 以前他们没有认识 摩西 玛纳 玛纳一度吗干不呀 其实这个玛纳的意思是 这是什么 跟埋文有一点不一样啦 但是我是拿它来说 玛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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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纳就是 这是什么 所以他们天天吃玛纳 哇 弟兄姐妹妹妹你知道吗 天天吃玛纳 吃多少年你知道吗 40年 如果我们每天去巴图 那个水季吃 早餐午餐晚餐 免费给你吃 对不对 每天给你吃水季 每一餐 你觉得会怎样 吃了两个礼拜 可能你听到水季这个名字 你都想吐 对不对 他们天天吃玛纳 吃了40年 所以弟兄姐妹们 吃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就想 难道我们就是 只有吃这些吗 这个是人之常进来的 弟兄姐妹妹们 你不要想他们是这样 我们也是如此的 难道没有其他的东西吃了吗 圣经说啊 他们为了吃好的 你知道吗 他们为了吃好的 你回去看圣经 为了吃好的 他们宁可 道回去埃及 当回奴隶 也甘愿了 人就是这样 喜心愿旧 所以弟兄姐妹们 你不要怪他们 我们也是这样子的 弟兄姐妹们 可能我们为了吃好的 我们连信仰都不要了 回去甘愿当世界的 罪恶的奴隶 我们也甘愿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 为了吃更好 穿更好 住更大的房子 家更大的房子 他们把这么宝贵的信仰 都丢去 宁愿回到世界去 当世界的奴隶 弟兄姐妹们 真的 如果人没得吃的时候 吃什么都不重要 只要能够填饱肚子 就已经不错了 所以那就是为什么 姨嫂 他为了肚子饿 为了一碗红豆腐 就甘愿把长子的名分分给卖出去 长子的名分在当时啊 你知道他有特别的 这个祝福的 有双倍 有可以继承这个产业 双倍几倍的 但是 姨嫂为了 当时肚子饿 为了一碗红豆汤 竟然把那个长子的名分给卖掉了 今天你和我 会不会 也为了一些世上的好处 而把神给你儿子的名分给卖了 典当了 为什么耶稣说 我是生命的粮 那个表示说 你我吃喝的东西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尤其是华人所说的 民以食为天 我们吃什么喝什么都非常重要 所以你看西方人跟中国人 华人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有得到一个猴的脑 猴脑 西方人如果拿到猴脑 他们就第一件事情就在想什么 把这个猴脑带去 研究室 来研究猴脑里面的细胞 什么 猴脑有什么成分 猴脑可以制成什么药 猴脑有什么帮助 他们就是研究这个 看这个猴脑对人类有什么很大的帮助 那华人拿到猴脑呢 猴脑来到他身上 我华人就在研究 今晚上我要怎样来喷煮一下 用什么方式 用要放多少的这个胡椒粉 盐啊 要餐什么 要加什么 让他最好吃的美食出来 这个就是西方人和东方人不一样的 弟兄姐妹们 肉体的粮 让肉体感到舒服 但是 没有办法让人避免死亡 不管你是好人 不人 贫人 男人 女人 年轻的人 年长的人 不管你什么人 你吃什么最好的还是不好的 你吃的这些肉体的粮 可能会让你一时感到很舒服 但是却没有办法让人避免死亡 人最终还是要死亡 不管什么将上帝王 英雄好汉 过去的这些人物 他们穿得好 吃得饱 吃得好 最终也是 无可避免死亡 所以来到这里 我们就要思考 那到底什么粮 能够让我们能够 不单是吃得饱 吃得好 而且能够让我们的生命 存到永远 耶稣就讲到第二种粮 就是生命的粮 而耶稣就直接的告诉他们 生命的粮就是我 我是生命的粮 因为吃喝什么都跟他产生关系 所以耶稣说他的肉是可吃的 他的血是可喝的 当然这些妹们 我们不是食人族 所以耶稣讲这句话 就难怪就有人说 哇耶稣你讲这话 太难了 谁能够相信 吃你的肉 喝你的血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说你们可以吃我喝我 所以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对耶稣就很反感 因为耶稣又讲的话 不顺从他们的意思 耶稣讲的话 好像又亵渡神 亵渡圣灵 耶稣讲的话很多时候呢 他们听不懂 耶稣讲的话是一鸣惊人的 当时他们觉得耶稣太 疯狂了 你在讲什么 讲的东西太难 太玄了 听不懂啊 其实耶稣讲这个吃喝的事情 是因为吃喝的东西都跟我们产生关系 那些人全部来找我 不就是为了吃吗 所以吃喝的东西都跟我们产生关系 会产生连结 连朋友的交往也就是如此 你看我们啊 我每次去一个教会的时候呢 有时候呢 教会的牧师长子会请我去吃饭 我都啊 如果真的没有赶的话就跟他们一起吃吃饭 接着吃饭的能够彼此交流沟通 彼此更多的认识 所以有些教会 我常常去他们的地方的时候就会 真的是有时间就出去吃 所以就会认识 越来越认识更多的人 越来越跟他们有产生很多的关系 很多的感情 我孩子从台湾回来的时候呢 就会打电话 他的同学朋友 来我们几十几点就去吃饭 因为吃饭喝茶就能够产生关系 维持美好的关系 所以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 耶稣就说 我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 就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可 三五十八节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在原文这就是我 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你们说 我们的祖宗 摩西为他们求天上的粮 掉下来的那个玛纳 我告诉你们 我就是那天上的粮 而你们吃这粮的人呢 就永远活着 不像你们的祖宗 吃过玛纳还是死了 所以前面说 你吃的这些粮呢 可以让你温饱 可以让你舒服开心 但是你还是死了 耶稣说很清楚的 我就是生命的粮 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真粮 可是呢 就有一群的跟 就有一群人跟耶稣 说 耶稣你是从一个妇人里面生下来 怎么会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真粮呢 他们就有很多的疑问 所以就用姐妹们 有时候耶稣讲的话 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疑问的 那个是很好的 我们要带着信心的疑问 带着有信心的疑问 来追寻真理 我们不要半信半疑 或者是没有信心的疑问 怎么叫做带着信心的疑问呢 就是我有信心 对神有信心 但是我还有很多不懂 所以就用姐妹们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信仰 我们的信仰 一方面我们需要用理性来思考 一方面呢 有时候呢 我们要用我们的 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性 跨过 那个 那个障碍啊 跨过那个理性的信心 去相信他 要不然你的信仰就没有意义啊 什么意思呢 有些 有些 有些东西或者神迹也好 圣经所讲的话也好 有些事情的发生也好 你必须要用你的理性的信心 去相信他 你有时候会想 这事情很不可思议啊 但是呢 你要用你的理性的信心 去相信他 我举一个例子 不要学妹们 有没有人说 我读圣经读完了 圣经我读完了 而且圣经讲的每一句话 我都研究了 很明白了 所有的圣经的 那个疑问 我都 已经明白测透了 然后我 我读完圣经了 我甚至去读神学了 我甚至参加很多部大会 问了很多问题 终于我明白了 我就决之信主 有没有人这样子啊 有这样子的人吗 有吗 没有啊 我们都是上帝的怜悯 上帝的恩典 临到我们身上啊 圣灵感动我们 在某一天来到恩会堂 坐在那里 可能听到主席 领唱的 领 领 领我们唱那首诗歌的时候 我被那首诗歌 所感动而 相信耶稣 有可能 我第一次或者第二次 来听到的时候 我被那个道 所感动了 而相信主 你只要你以为 你靠你的理性 你的聪明吗 不是 乃是圣灵感动你 在那一刻你相信了 当你相信的时候呢 之后呢 圣灵就引导你 慢慢慢慢的 让你来认识圣经 认识耶稣 认识我们的神 听到 认识我们的神 不是这样吗 对吗 是不是 所以我们 越要认识我们的神 越要认识我们的主 我们就要常常来崇拜 常常读圣经 所以兄姐妹们 我们的信仰是信了才理解的 让我们回到 约翰福音一章 一道诗节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我们一起来读 把那个道改为耶稣 好不好 我们再来读 太初有耶稣 耶稣与神同在 耶稣就是神 这耶稣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道就是logos 就是word 就是话 所以道与神同在 就是讲的是耶稣 耶稣就是logos 就是道 就是话 而这个话呢 太初就与神同在 然后他这里说 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换换换据话说 万物都是借着耶稣造的 耶稣的话语造的 他说有就有利就利 他说好就好 万物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那生命在他里头 在耶稣里头 耶稣就是道 又是话 而这个话 这个生命 这个耶稣 就是光 我们都是受造之物 而受造之物都有一定的提现和限制 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有永生 永生只能够从神而来 那所以永生的神呢 就愿意把永生赐给我们这些受造之物 而神的生命就在他里头 他里头就是在他的话语里面 所以我们看六章二十五节 六章六十三节说 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几多门徒离开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问那十二个门徒 你们要离开我吗 彼得就回答说 主啊 你有永生知道 我们还跟随 跟从谁呢 你的话 可以赐给我们永生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 我是生命的粮 原来神的生命就在他的话语里面 神透过他的话语 赐给我们他永生的生命 因此耶稣 道成肉身 耶稣道成肉身来的这个道 就是要赐给我们生命 所以我们不是真的拿耶稣来吃他的肉 耶稣是生命的粮就代表着他的道 他的话就是生命 他要把他的话赐给我们 赐给我们生命 所以整个耶稣这句话串起来 让我们发现到耶稣就是那个能够赐给我们生命的粮 我是生命的粮 这句话的意义就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才能够得到真正的饱足 和满足 所以我们刚才唱的必得甘钱 必得饱足啊 注目在耶稣的身上 那上好的福分就注目在耶稣的身上 马利亚注目在耶稣的身上 所以耶稣说 马利亚已经得着那上好的福分 让我们来 看看下 实际情况是 我们讲 我们活着呢 就有三种需要 第一种需要是肉体的需要 所有的人 大多数的人都会把眼光放在哪里 肉体上的需要 就是食物 吃饭 喝水 无可否认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 但是呢 我们却不要忽略了下来的两种需要 第一就是精神上需要 我们需要 如果有的吃 有的饱 我们也需要 看一些书籍 我们可能要有些文艺的活动 去看电影 听音乐 去运动 这些都是我们精神上需要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灵里面的需要 就是主得到生命的良 因为许多人的这个心灵饥荒 内心空虚 对生活失望前途灰心 因此我们就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 来满足我们心灵的 这个需要 这个需要 吃大麻 最近看到新加坡的那个奥林匹克金牌 也吸毒 吃大麻 花天酒地 重情重义 陷入酒色 嫖毒或者网媒的最终之乐 来满足我们的肉意 解脱我们心灵上的空心 结果都是什么 以酒解愁 愁更愁 有一句话说抽刀断水水更流 一个人叫做毛凤宝的一个人 他从前是赌徒 一夜之间呢 他可以走入三间的赌场 三天三夜他可以不用睡觉 他就一直日以继夜的在赌博 而每次呢 走出赌场输钱嘛 他就会去喝酒 喝酒了回到家就怎样 就把气发 卸到老婆的身上 打老婆 家暴 每天都打老婆 而他把钱呢 也输光了 亲戚朋友欠他都不管用 后来呢 他也被 曾经也被抓进去监牢里面 出来的时候呢 他好多次是这样 后来他就有思想到 我的人生就是如此嘛 我也认识很多这个赌徒一见神 很多赌徒呢 后来他们信主了 生命的整个改变 那这个毛凤宝吧 后来他就听到了主的呼应 认识了基督 他的生命就起了180度的转变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生命的了 他把那个 他心灵里面的空虚 那饥饿呢 人家已经挪去了 耶稣基督已经进入了 他生命里面 他的心灵能够得到满足 正如奥古斯丁 他曾经在忏悔路中祷告 他说 主啊 我是你所造 除非我回到你那里 否则我的心灵不能够得到安息 不能够得到保重 奥古斯丁在年少的时候呢 他的生活是很糜烂的 他不信主 他不相信上帝 他过的生活是败坏罪恶的 每天过着很败坏罪恶 而他的母亲常常为他祷告 有一天 他就在一个花园里 他的朋友的 那个坐的位置 看到圣经 因为 因为奥古斯丁 他来到一个空虚的一段 一段的时间 他很到了一个极点 他说还要这样子吗 我还要活到这样久吗 还有多好吃 其实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 他的生命来到空虚 到一个很极点 他真的对他的生命 已经很大的绝望 但是感谢主 他的母亲 有在背后为他祷告 有一天 他就在花园里 看到他朋友放的 圣经刚好翻开 那一句话 那一句话呢 就好像 一道的光 射入他的生命里面 所以呢 他就整个生命 就得到转变 他说了这句话 我是你所造 除非我回到你那里 否则我的心灵不得安息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 有没有新朋友 或者是弟兄姐妹们 你现在就感到心灵很空虚 寂寞 甚至 饥饿 除非你回到耶稣那里去 否则你的心灵将不得安息 还有人啊 会用金钱来填满心灵的工牌 我们知道最近被关进监牢的这一位说 Cash is King 金钱就是王 而弟兄姐妹们 金钱能够买到床 不能够买到睡眠 能够买到书记 不能够买到智慧聪明 能够买到食物 不一定能够买到胃口 能够买到化妆品 但你不一定能够买到青春 买到补品 你不一定买到健康 你买到楼房 却不能够买到真正和谐的家庭 你买到娱乐 不一定能够买到幸福 你能够买洋房别墅 却不能够买 天国 圣经中就讲到一个少年财主 少年得知有钱有事 但是他在耶稣的面前 他还要寻求耶稣 有这么有钱的人 就有钱有事 少年得知 他还要来到耶稣的面前 问耶稣 向耶稣讨教永生之道 他说夫子我要怎样做 才能够得永生 后来我们知道他错过机会 耶稣告诉他 你要帮你所有的钱财去揍迹穷人 你还要怎样来跟从 可是他却错失机会 悠悠重重地走了 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一切的话 因为那口里一切的话就是生命的粮 我们的自圣先知孔子他说啊 招闻到细时可以 君子谋到不谋时 君子忧到不忧平 如果我早上寻求到这个道 我早上看到这个真的粮的话呢 我现在死都不足可惜啊 而一个真正的君子应该是寻求道 而不是寻求实为先 而一个君子呢 应该先优有没有这个道 而不是优平 故此只有得到生命的粮心灵 才能够得满足 耶稣是生命的粮 人认识他所有的机可处境都要结束 而你不安的灵魂得安息 饥渴的心灵得到饱足 没有耶稣我们就没有生命 因为刚才我们那边有读到 生命就在他里头 丰富的物资 显赫的地位 你有烟薄的知识 都不能够叫人心灵满足 叫人得生命 林肯就说过一句话 人生有如文章 不在他的场所 而在乎他是否有内容 同样的 一个人若是得着了耶稣基督 他这个就是他人生的内容 就是他生命的人生的文章 就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 之后耶稣说 再次的我们读 我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恶 信我的永远不可 人有了基督 生命就有永久的保障 即刻会过去 人心就要找到他要的东西 用姐妹们 整个世界正面临粮食 短缺的危机 而人性更是面临了 这个什么 灵性粮食的匮乏 你感到饥饿吗 最近我们知道州政府有免费派发 那个白米就过了 不知道你们有拿到吗 哇 没有拿到的人很关心 怎么你有拿到 我没有拿到的 哇 每天打听 或者是哪里可以拿到 很多人关心的话 一包米 对不对 而上帝已经派来了 拆遣了这位耶稣 生命的粮 他已经来到你的面前 你可要 既不可适 赶快把这生命的粮 耶稣 带进你的生命吧 Amen 我们去祷告 感谢天父上帝 今天你借着你的话语 来帮助我们 认识耶稣基督 他就是生命的粮 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们 我们向你来感恩 你怜悯我们 恩赐我们 竟然让我们能够得着 耶稣基督这生命的粮 主啊 求主你帮助我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已经得着 这真正的生命的粮 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愿意 机会不可适 耶稣这位生命的粮 而耶稣这位生命的粮 就在祂的话语里面 祂的话语里面有生命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能够在耶稣的话语里面 更加的寂寞 寂可牧义 寻求耶稣的话 因为他话里面 有生命的粮 能够寻求他话语的人 必定不可 也永远不恶 如果我们当中 还没有得着这生命的粮 耶稣基督的 求主你也怜悯他们 光照我们 感动他们 使他们能够得着这生命的粮 以致他们 不单是肉体 他们的灵命 也不再匮乏 也不再饥饿 因为耶稣基督是他们 生命的粮 填饱他们 心灵一切的空隙 他们的饥饿 主啊 求你把这生命的粮 尝试给我们 感动我们 多多去寻求 耶稣基督这生命的粮 特别是 他的话语里面 尝着 这永远不可 必定不恶 让我们吃喝 能够饱足 这生命的粮 就是 圣经 耶稣 向我们所说的话 带领我们 教会 弟兄姐妹们 继续地 来侍奉 荣耀你 感谢你 随经我们的祷告 奉主 耶稣基督的生命求 Amen 感谢你